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黄克文牧师生活与信仰系列节目 有朋友常常问我圣经的经文来自几千年的教导 今天是否应该与时俱进 大陆的腐败有很多 基督徒如不同流合污就会被排挤出局 怎么处理 一些朋友对十字军东征的历史很感兴趣 但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下面有请黄克文牧师 黄牧师有很多朋友问我 说的圣经的经文是几千年以前 或者神启示的记载下来的 但是现在毕竟过了几千年 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那么圣经的教导是否也应该与时俱进呢 我们打开圣经 圣经一共有66卷书 那这66卷书呢 在旧约有39卷 就39本 新约有27本 那这66卷书呢 是在大约是公元第四第五世纪的时候呢 就是整个基督教界呢 共同就说决定 这66本书呢 就是神 他所给人类的一个信息 那神给人类的信息呢 是经过先知 还有经过使徒 那先知跟使徒呢 是被圣灵所引领 也是圣灵带领他们 把这些书信写出来 成为今天的这个圣经 那这个过程呢 叫做正典 那正典之后呢 一致的承认 就是说 神不再说话了 因为神所要赐给人类的话呢 都在这个66本圣经里面 那今天呢 我们读这66本圣经的 最后一本书是约翰的这个启示录 那约翰的启示录呢 是公元第一世纪写的 所以距今呢 将有两千多 两千年了 所以很难免的 就是说 有很多这里面所讲的这个例子 用的语言等等呢 都是两千多年前的这个事情 那就是说 我们的挑战呢 在于我们怎么样去解经 怎么样去解经 我们知道这个神的智慧呢 它是超过时间 超越时空的 超越时空的 可以用在这个所有的时代 和世界上所有的地方 所以这个挑战在于这个解经 举例来讲 就是说 很多这个圣经里面 所说的这些律例呢 不是为今天的基督徒写的 我举几个例子 就是说旧约呢 主要呢 就是把这个以色列人呢 带到人的面前 经过这个以色列这个国族呢 就是神拣选的这个以色列这个国族呢 把神彰显出来 因为这个神拣选亚伯拉罕 以撒到雅各 就是今天这个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 十二个支派呢 让神 让世界上晓得我们的神 祂是怎么样的一个神 祂对人有什么样的这个信息 祂对人有什么样的救赎 还有整个世界的末了是怎么样 但是呢 也有一部分呢 是在这个写给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 让他们代表神在这世界上 宣扬这个神的存在 跟神的这个 神的这个temperament 跟character的时候呢 所需要所做的一些事情 举例来讲 就是说这个献祭 就是当圣殿还在的时候呢 要这个祭司为这个以色列人 他们所犯的罪 犯的过犯 要能够到神的面前来受捷径 还有就是说这个十一的奉献呢 也是针对着这个以色列人 为支持这个立位人 就是说这些祭司所设定的 另外还有很多这个所谓的 捷径的礼仪 捷径的礼仪呢 还有这个守安息日 那安息日呢 实际上就是礼拜六吧 当一个以色列人要这个守安息日的时候 是非常复杂的 他们是不能够工作 可是呢 这个不能工作的定义是什么呢 路要能够走多远的路 不能超过几里 或是说你要提东西 不能提超过多种的东西 等等这些律例条例呢 今天呢已经不适合我们的基督徒 所以当我们解经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了解 就是说这段圣经是写给什么人的 它的目的在哪个地方 那根据争议性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讲到这个女人的这个蒙头 因为这段圣经的话很多地方都不了解 甚至在今天呢 有世界上很多角落呢 那女人就真正拿一块布把头给蒙起来 所以这个呢 就认为是对圣经的一种这个顺服 实际上就是说讲到这个女人的蒙头 这段经节呢 也就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说的 那这个的主要的目的呢 它是讲到就是说 神是基督的头 OK 基督是男人的头 然后男人是女人的头 那这个讲到意思呢 就是蒙头的意思呢 就是顺服的意思 基督应该顺服神 男人应该顺服基督 然后女人呢 应该顺服男人 OK 男人是一家的这个属灵的这个主 一家之主 所以这个蒙头主要的意义呢 是讲到一个次序 是讲到这个顺服 那这个次序跟顺服呢 不但是在一般的这个行为举止上 那也在于这个敬拜的次序里面 所以就是说当我们要了解到 就是说圣经是不是要与时俱进呢 我们必须要了解到 就是说它虽然它的背景 它的语言呢 是一种2000年前子所写的 可是它里面的含义呢 实际上是已经可以 也一定会用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地方 跟每一个时代 黄牧师 在我们看旧约的时候 有很多战争 包括神的选民 以色列人常常去争战 去打击另一个国家 去抢夺他的财产 或者说按照神的说法 对一些不敬虔的人要进行杀戮 那么到今天 我们对一些不信仰基督教的国家 是否也可以使用武力呢 讲到战争 实际上战争跟和平 是一个对立的字 那大家想的这个耶路撒冷 这个地方呢 这个叫做Jerusalem Jerusalem就是叫做Foundation of Peace 就是一个和平的基石 那耶稣呢 他的名字呢 叫Prince of Peace 他叫和平之君 那人 我们今天望眼看去 这个世界上国与国有征战 民与民有征战 那这主要的呢 就是说因为征战有杀戮 就有死亡 那这些呢 都是因为人掉到罪里面 神对人的一个惩罚 那整个世界的末了呢 我们可以看启示录 也都满了一些征战 都是满了一些征战 那这个呢 一直要到什么时候 这个征战才会停止呢 战争跟征战停止 就是说 当耶稣基督第二次 再来到世界上 行使千禧年的统治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和平的时代 就没有征战 那再回到讲到就是说 这个神的选民 这个以色列进入江南的时候 神是命令他们去征战的 是为什么原因呢 这个是讲到一个神的计划 那神的计划 那神就是把这以色列人呢 从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拣选出来 然后让他们摆在这个埃及呢 受苦为奴呢 将近有这个400多年的时间 到时间到了之后呢 他经过这个摩西 把这些人带到这个迦南地 那经过摩西的继承人 就是约苏亚 进入迦南 当然在迦南地呢 已经住了很多各种各族的人了 那神既然就说 把这块地给了他们呢 那就是要这个以色列人呢 用征战的方式呢 把这块地打下来 那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我们必须要了解到 就是说 这个地球 这个人类呢 是神所 神所创造的 那这个地球呢 整个地球呢 也是属神的 他有这个权利 把这块地给谁 那可是呢 在这个特别的 这个以色列人 进迦南的这段历史里面呢 他实际上就是 要把这个 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 这个迦南地呢 四个以色列人 然后以色列人呢 能够在这个世界上 成为一个代表神的国度 还有这个神的性情的一个国家 所以这个是一个神的计划 那圣经上面也讲到 就是说对于邻国来讲呢 我们是不应该用武力去征服邻国的 那在这个世界里面呢 我们很难看到 就是说 这些国与国的战争呢 到底是神的作为呢 还是人的作为 所以圣经里面讲到 就是说 在末世的时候 有各种各样的征战 国跟国征战 民跟民征战 但是呢 这些征战是必须有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说 神要把这个世界的末粮 把它带出来 那当这个神教导这个征战的时候呢 他没有允许 没有允许就是说 神的儿女要用武力 来使人信服基督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 在中世纪的时候 就是在第十世纪到十二世纪呢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战争 也就是十字军东征的战争 那十字军东征的战争呢 也是一个就是说 基督徒在这个 在这个罗马公教的教皇所带领之下呢 所做的一个征战 那征战呢 很有争议性 我们等一下可以继续再讨论这个题目 黄牧师刚才您谈到了十字军东征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 应该说历史事件 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有很多观众朋友很感兴趣 或者说这一次东征 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呢 要我们今天在往后看的时候呢 我们就晓得这个十字军东征呢 不是从神来的 是从这些神的国度里面呢 有一些不敬前的领导呢 所发起的 大家晓得这个在西元第十世纪 就是1095年开始呢 有一个罗马的教皇 这个教皇叫做Urban二世呢 这个Urban二世呢 他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 他是这个教皇开始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为什么会有十字军东征呢 大家晓得这个在耶稣基督的时代 就是西元第一世纪的时候呢 这个罗马实际上是控制了整个欧洲 还有一直到亚洲这块地方 就是这个罗马帝国 那罗马帝国在这个几百年之后呢 就分裂成为这个东罗马跟这个西罗马帝国 那西罗马帝国呢 就是以这个今天的以色列 还有今天罗马这个地方呢 为中心 那这东罗马帝国呢 就是今天土耳其 那后来就变成所谓的拜占庭帝国 那这两个国家呢 后来这个信仰呢 也变成一个东正教 跟这个罗马宫教是分开的 那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呢 那土耳其人呢 也就占领了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 那耶路撒冷是一个圣地吧 Holy land 所以呢这个Urban二世呢 他有这个野心呢 就希望就说 把这个拜占庭帝国跟罗马帝国 那再重新的unite起来 同时呢也把圣地夺回来 所以就开始了就说 用这个神的名义 用这个夺回这个圣地呢 作为一个借口 就说组成了这个十字军的这个东正 那实际上就说这个东正呢 他有这个个人的野心在这个里面 圣经里面 当然圣经已经是写完两千年了 那我们今天来看呢 就是说根据这个东正的这些领导人 还有这个东正的果孝呢 我们想到就是说 这些东正呢 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那这个他们几次的东正呢 前后有八次的东正呢 在第八次呢 终于是就完全的失败了 所以这个两世纪长的东正呢 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 那当初所东正所要所应许的 就是说人能够把这个耶路撒冷夺回来 然后神的选民可以那边自由的崇拜 那这个等等说 讲的这个联合这个东罗马帝国 或是拜占庭帝国呢 能够变成一个更势力更强大的国家 这些都没有成就 那甚至就是说东正军的这个纪律呢 也非常的涣散 那很多这个东正军 站到一块地方的时候呢 本来是属于这个拜占庭帝国的 本来要还给拜占庭帝国的 也没有还给他们 反而就是他们变成那个当地的一些统治人 就开始腐败 在产生在十字军东正的这个 这个结果上面 所以我们终究来看呢 就是说这个十字军东正呢 是用这个基督教的名 而且就是说用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目的 能够夺回圣地呢 变成一个个人扩张自己这个权力的一个工具 这个很多人都认为 这十字军东正是一个失败 也不是神来的 也不是神的计划 黄牧师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也是一个曾经做律师的一个朋友 他那就加入基督教以后 他非常困惑 有一天他找到我就说 因为现在你知道在中国大陆 司法比较腐败 有些法官你想营官司 你可能就需要进行一些 行贿啊 这方面金钱的交易 但是根据基督教义 这也是不能做 所以他常常很痛苦 他说了我如果不做不同流合污 我实际上就退出来了 但是如果说我做了 又不符合基督教的教义 所以感到很痛苦 您怎么看 这个问题跟这个情况 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一个状况 这个同流合污 很明显的是不对的 那我有一个朋友 他也是本身的一个亲身的体验 因为他的儿子 也娶了一个女孩 当然这个儿子是在美国长大的 那这个女孩 是在中国大陆长大的 他父亲是高干 那到美国来念书 那就嫁给了这个 我这个朋友的儿子 那我这个朋友呢 就问他 就是说这个大陆这么腐败盛行 就说 就说从我基督徒的观点上呢 是不应该就是说 参与这种腐败里面 然后他的那个亲家就告诉他 就是说你说的容易呢 实际上做的不容易 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讲的 就是说你不同流合污呢 到最后呢 也就是就出局 就出局 因为这个 你如果不在他们这个一活里面呢 当然就会受排斥 那很有趣的就是说 他跟他们就是挂在一起了 那挂在一起之后呢 那后来呢 这个风向也改变了 那派系请责呢 他自己也就是因为这个 在他那个几年前所做的一些事情 所贪腐的一些事情呢 也被人揪出来 也换来这个牢狱之灾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 你这个不同流合污呢 或是同流合污呢 你的结果呢 换来的好像都是一样 都是到最后的话 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下场 那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了 就是说我知道这种困难 还有这种处境 都是非常不容易做的 那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 还是根据这个基督的教导 一个基督徒呢 要立志过一个敬前 跟圣洁的生活 那圣经上的教导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我们一个基督徒 我们立志行事呢 都是神在我们心里的运行 那作为一个基督徒 碰到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呢 我们有一个顺服神的心智 那这个是神所教导我们的 因为神他要成就他的美意 我们并不晓得未来在哪里 我们所做的事情呢 我们不要发怨言 我们也不要起争论 做一个这个无可止宅 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呢 仍然能够这个城市无尾 虽然呢我们会被排斥 做一个城市无尾 在这个弯曲背面的时代 作为一个神没有瑕疵的儿女 这样呢就好像就是说 在黑暗当中呢 一盏明灯一样照在黑暗里面 我们能够呢 把这个神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那这样呢 就是在基督的日子里面 就是当基督第二次 在回来的日子里面呢 他会夸奖我们 就是说让我们这一辈子呢 并没有同流合污呢 我们也没有空跑 也没有徒劳 那这个就是 理论上是这么讲 那实际上呢 我相信执行起来的 会有一些阻力 也会有一些困难 观众朋友们 黄克文牧师告诉我们 圣经真理啊 是超越时空的 可以应用在所有的时代 和世界上所有的地方 面对腐败 基督徒不应该同流合污 应该立志过一种 敬虔和圣洁的生活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黄克文牧师 谢谢您的观众朋友们 谢谢您的观众朋友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